欢迎来告诉您的旧事啊 又传出了这样的这个问题的压血 台中市卫生局持续的追查 双棚公司的问题压血流向 结果发现知名的火锅店 太和店和小肥牛 都曾经向双棚公司买过问题压血 而太和店进货了有1015公斤 小肥牛也进货了450公斤 不过店内已经没有库存 目前也停止使用 造成消费者的困扰 业者说感到抱歉 也不排除要向双棚公司来求偿 这是我们修道的最新消息